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平常经常我每天都会带很多不同的戒指啊什么的 上面就是有一块大理石的台面 然后就把这个放在上面 因为这个东西本是这个杯垫 你平常用它来放就是放杯子 下什么都好看 把它当成那种小偶的置物台 然后把戒指都放到上面 包括就是我的订婚节族 有一个那种小小的银色的小盒子 我也放在上面 我就觉得看起来超级好看的 所以但是这个队有很多人来说 什么 鸡肋 荡灰 收拾起来好麻烦 什么鬼 一点用的没有 对 我很理解大家这种心情 就是它就是一个版式类的东西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觉得特别给我生活带来了一种很精致 精致的享受 柜子 不是 编不下去了 反正就是那种 对 我要我上周去多伦多当他一家非常漂亮的一家咖啡厅 然后我发现他们咖啡馆的柱子上面也放了这个 他们就把这个作为他们的杯点 我当时觉得哇 我品味好好 我买了这个 第一个就跟你们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random了 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化妆品类的东西 都是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来 让我把它们带到台前 用了最频繁的唇膏 我最近很喜欢红色 红色 枣红色 橙红色 第三支是我最近很喜欢的红色系列的唇膏 我想赶紧赶紧跟你们分享 第一个跟你们说这个 这个包装你们应该不是很陌生 这个是Isola的 叫做Pure Color Envy Map 这个系列 是他们家的雾面哑光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这支颜色是322 叫做Fame Seeker 因为我一二月份经常使用这支唇膏 我很喜欢这个质地 我觉得他们这个质地做得非常棒 Buttery 就是那种奶油状的哑光的质地 好 就这个系列的质地而言 是比较滋润的那种哑光的感觉 超级的好看 我很喜欢它的味 它的味道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唇膏 Lipstick 唇膏的味道 这是第一个我喜欢的 第一个那种冷蓝色的红色 我觉得这个淡杂非常好看 我上一支就开价视频好 我的分享那个视频 很多人说唇膏好看 你们看不出来吧 这个视频是一个那种淡粉色的感觉 但其实就是用了这个唇膏淡杂 然后轻轻的这样子 淡杂很漂亮 我最近很喜欢红色嘛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支想给你们推荐的 用Sephyr 积分换的吧 这是NARS的一支唇膏 叫Star Woman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好像还蛮火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别人说 但是我记得我擦了一次 然后我就看一个弹幕里面 就有很多人说 哇 Star Woman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火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种积分换的 是这样一个baby款的 超级可爱 因为很喜欢红色 这个月我也经常用它 你看这个颜色的饱和度 Oh my god 它的质地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这个系列 哦 系列其实真的出了很久了 我之前想买一个正妆来的 后来就发现 有小样可以换一下 上嘴了之后 也是会变成哑光的 但是它是这种哑光 液体唇膏的质地 第一就是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你会感觉非常的丝滑 不会很显唇纹 同学的时候 你会觉得嘴巴非常的水 就水水滑滑 它的延展性真的 你看 我可以拉超长 你看它的 就是它的脸往下这样涂 你看就我就one swipe 画了一下 你看它的颜色 可以一直延伸到这里 然后还可以再延伸 我不想弄弄我的衣服 就它的延展性 饱和度 没得说 做的非常棒 然后另外一个喜欢的 就是这一支唇膏 这个也是我一月份经常擦 我之前做get ready with me 那天擦的就是这个唇膏 到了晚上 我们当时不是去看NBA球赛了吗 到了看球赛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哇这个唇膏现在都这么持久 真的colourpop的液体唇膏 也是哑光的 不好意思大家 我最近喜欢的唇膏 它是哑光的 又持久又饱和 前面两个价格就差了很多 这两支都是专柜的 然后这个是开价的 跟这个NARS的比起来 NARS就真的很水 水水滑滑的 然后这个colourpop 会比较creamy 比较稍微厚一点它的质地 它是MAMA这个色号 这个色号也是非常有名的 MAMA MAMA 这种橘红色了 我也好喜欢 黄皮也能hold得住 这样点一下 是为了给你们看 如果是蛋擦是什么效果 就用手指这样轻轻的晕开 蛋擦也好看 所以这个颜色 就如果你们买了姜饼小人的话 去买它很好 我之前不是推荐过 TOOFACE那个姜饼小人的唇膏 跟你们说这个是一个评价的dupe 这个唯一跟姜饼小人的区别呢 姜饼小人会稍微的暗一些 来来姜饼小人对比一下 你们看 给你们画在旁边看 就是非常非常相近 姜饼小人 姜饼小人是26刀一只 妈妈16块钱一个 是可能看起来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姜饼小人这个会稍微更发暗一些 上到嘴巴上 基本上肉眼是分辨不出来什么 就是difference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她没有姜饼小人这个味道这么好 姜饼小人味道非常好闻 就是奶油蛋糕 但colourpop这一只 是基本上没啥味道 这个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三个唇膏了 三个唇膏的质地都不一样 但质地都非常的棒 都是哑光的唇膏 是漂亮的红色系的唇膏 Celia来给你们分享这个日系产品 最近非常少在我的频道出现 因为最近呢 不怎么买日系产品 因为要做开架分享 又不好买什么 这个是Celia送给我的 然后之前我跟你们说过 就我睫毛很容易晕染嘛 就用很多睫毛膏 我有很多睫毛膏都已经被我扔进垃圾桶 后来Celia来跟我说不要扔啊 有很多睫毛膏其实不错 用一个这个东西 就能够保证你的睫毛防水不掉 就给我买了一支这个 就给我带了一支 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有用 大家真的有用 Can make quick lash color 它是一个睫毛的打底膏 或者你可以做一个顶膏 随便你们怎么用 在查睫毛膏之前 在查睫毛膏之后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给你的睫毛 制造一个防水层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刷子 这样子的 我发现它真的能够让本身 可能有一点点晕染的睫毛膏 就是它真能够让你的睫毛膏 真的完全不晕染 它真的有用 就是我是用在睫毛膏之后的 所以当我把睫毛夹翘 把睫毛刷完了之后呢 等睫毛膏已经干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小树子 轻轻的就是把它这样 梳在我睫毛的根部 因为你们知道 其实晕染晕染 怎么晕的呢 就是你睫毛根部 你眼睛眨眼的时候 你睫毛根部会老是碰到下面 就会晕出一个熊猫眼出来 就把它放在我睫毛最下面的地方 给它这样戳进去 然后往上刷一刷 然后上面就不怎么刷了 最近我经常配合的一个睫毛膏 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 drugstore开架新秀 L'Oreal Olaya 新出的叫做Lash Paradise 我之前做完年度爱用的时候 有人在评论里面推荐给我 说Raini你一定要试一试 这个Lash Paradise 它跟你很喜欢的 Too Faced Better Than Sex 有的一拼一样好用 我就去把这个防水版的 Lash Paradise买回来了 它真的跟我喜欢的 那个Too Faced的睫毛膏很相似 这我其实才买了两周多 它用了几次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反正最近我就经常 把这个跟这个搭配在一起 谢谢给我推荐的小伙伴 这个睫毛打底 放到手上 你看它完全没有任何眼 它就是一个这样透明的液体 好 接下来给你们推荐的是这个 这个是Bobbi Brown的 一支小小的眼影笔 这个眼影笔的颜色呢 叫做Golden Pink这个颜色 它有颜色如其名 Golden Pink 金金的粉 对 它就是一个金金的粉色 可好看了 香槟精 香槟粉 我平常从来不用眼影笔 你不觉得这个很麻烦吗 第一呢 你把它画在眼皮上 用抓子晕不开 用手那样弄 你手就弄脏了 我就觉得眼影笔是一个 非常不太实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笔的颜色可好看了 我给你们看 是第一这个笔 它画出来特别软糯 就软软糯糯的 非常非常的好画 你画在眼睛上 所以你用手上这样试色一下 你觉得哦 怎么这么滑溜溜 今天我眼睛就打亮亮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卧蚕感觉 就用这个笔打的 而且我今天有把它点在我眼头的地方 做一个眼头的提亮 我这个方向光线更好一些 可以看明显 看到我脸上的妆 今天的妆 嗯 就是这个颜色 这样子看你们就觉得很明显了 对不对 嗯 做一个内眼角的提亮 看到吗 也是用这个笔 然后这个笔块在卧彩上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超级好看 其实现在不是只有卧彩走的已经过时了 没有人在画卧彩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画起来还挺好看 挺适合我的吧 我就只有这么一小只 我也没有正装 很多东西我没有正装 我都是只需一个中样啥的 但是我觉得很好用 我还是想拿给你们推荐 我觉得特别 偷吃了点薯片回来了 好 咱们把化妆品讲完 这样子就可以给你们讲穿搭类的东西了 我想给你们推荐一下 其实我第一次在我的视频里面推荐 睫毛 假睫毛 这两副假睫毛我超级喜欢 然后我今天自己带的是这边 这一个 但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这么出名吧 这个是 我想讲这个 这两副都被我带了只剩下一副了 但是就剩下一副 就最好最后能给你们看它最后的 最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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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这个是No.12 12号叫Sweet Brown 这个颜色 在很多什么绑袋上面也有看过 然后我以前用的睫毛膏就是 你们知道睫毛膏经常一买20版 睫毛膏 哦不 假睫毛 你们知道假睫毛经常什么淘宝上买 一买20版 用了用不完 我有特别多 所以我很少去买这种比较贵的假睫毛 Celia就给我塞了一盒 说这个Renny好用 然后我就来用 我这两天又在网上下单下了三盒 它别的型号的 因为这个就剩下最后一副了 这个真的好看 这个真的好用 什么特殊场合在网上买假睫毛 这个牌子确实很好戴 它的睫毛的梗是那种软软的很好贴 然后加上它睫毛呢 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副都这么 就是它睫毛里面 我看它是黑色的睫毛 跟棕色的就是交叉在一起 它的交叉的样子很自然 长非常的自然 就这个12号 你虽然就是在这里面看 觉得还挺长的 我觉得它让它自然有两点 第一就是它这个睫毛做的没有那么的卷 你知道没有那么的往上翘 所以它会稍微稍微 它就是它是翘的 但它这个弧度是比较自然的 所以你看戴在眼睛上面 所以这个睫毛不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温柔 比较自然 另外就是 它后面还有一个图 对它戴起来就是这个效果 就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有一种自然的 深邃的感觉 比较贵的睫毛我经常循环使用 怪不得能拿这个Cosme大赏第一位 他们的睫毛真的很好戴 我今天戴的不是他家的 今天戴的是这个家的 一副也特别好看 也是戴的比我只剩下一副 它这一盒里面有三副 之前回国的时候在香港买的 就是SASA SASA买的69块钱港币 它应该是一个女星的合作款 我不知道它是谁 但是它的睫毛很好戴很好看 然后这个睫毛就比较小小短短 这个我今天戴的应该就是这一副 这副真的超级的漂亮的 觉得有点不太像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两个里面的其中一副 这两个都特别好看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我戴了每次戴我就觉得特别好看的 Oh my god 你们看我今天的睫毛吧 我不知道我今天戴的是哪个 完了 我觉得我今天戴的是这一个 因为这一副里面也是就是棕色和黑色交叉的 眼尾的地方会有一点点这样子拉长的效果 所以有点拉长 有一点那种无辜 puppy eyes的感觉 我推荐 然后两个都是那种毛细细的 毛你摸上去细细的 然后梗也是摸起来软软的 然后梗也是摸起来软软的 我会在网上找一找 如果这两个在网上有的卖套 我都会link给你们 因为眼睛它们也不容易飞起来那种 有些梗做的很硬 就不好听 Anyway 这两个睫毛很喜欢 好啦进入穿搭类了 穿搭类就有两样单品要跟你们分享 一个呢是我最近经常穿的一双靴子 这个靴子其实被我穿的挺脏的 是因为我还要跟你们讲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加拿大就到处都有鸡血 靴子超级可怜 上面全都是鸡血 留下的那些血字 但是不要着急 我就是留了这个事情也没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会告诉你们 我怎么样把这些血字给去掉 这个靴子是Steve Madden的 就是这个国名品牌 就是我去年好像是Black Friday的时候买的吧 就已经是三四个月以前的 就有那种袜靴的感觉 上面是软的 会贴在你的脚脖子上面 第一喜欢这个shape 喜欢这个形状 是这样尖头的 我觉得我穿衣服的风格 比较偏lady一点 我觉得尖头的靴子 我自己个人基本上 我的靴子都是尖头的好看 第二就是这个跟高 跟高我也很喜欢 我看起来目测有大概五到七厘米这样子 它属于一个中高跟 大走起来还蛮舒服的 我看这双靴子都上很雷雷 因为这几个月我最经常穿它 比如上班啊通勤啊上学啊 我觉得这种在校园里面走走 在办公室里面走走 没有问题 我觉得会很合适 除了你如果穿它出去逛街 这么高的感觉 其实走那么一个小时左右 你脚就会挺疼的了 但正常通勤我觉得没问题 这样子的灰色 搭配我绝大多数冬天的衣服 阔腿裤 七分裤 九分裤 每一个穿起来都好看 穿雪比较厚的时候怎么办 我给你们看一下 怎么样能去掉这些雪 这个也是在 Steve Maiden的店里面买的 就你们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就那个UGG 包括Steve Maiden 专门店 这个店员每次你买完鞋 他都会跟你说 一般以前我都是 不要 后来我发现包括我的过细靴 你们知道 它就是只要进到雪里面 就那个雪字 就是你用水是擦不掉的 每次你在鞋垫里面 下次他也不再给你推销的话 这个东西好像是五块钱 还是三块钱一包吧 这个还真的挺有用的 是一个湿巾 这个湿巾的味道超级难闻 非常刺鼻 但它真的挺有效的 然后你看这不是雪字吗 去擦它 轻轻的这样子把它擦掉 这个鞋根 你看这个 多稠 擦一擦 DUSTAY 전�ulet 这样子 不仅要学会如何穿鞋子 穿衣服 你也要学会如何打理鞋子 要不然你买再贵的鞋子 然后如果脏了 就扔掉嘛 你们看刚刚那里是白白的一道嘛 现在被插湿了一点 它干掉了之后 就会变成正常的颜色 我就给你们做个示范 所以感觉这个东西还挺有用的 我不知道网上有没有都卖 如果有的话 我会放在我的信息来 如果没有的 我现在没有插 但是我是说如果你们去买靴子 他们要给你们推销什么的 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以前我从来都是拒绝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有用 对很多人来说是你现在才发现 真的就是我现在才发现 我就觉得还挺好用的 所以就对吧 发现了就是好的 推荐给大家 大概擦了一下 最近非常喜欢穿这双靴子 跟你们推荐 好下一个穿大力的爱用品呢 是一条皮带 这个腰带我想买超级久了 整个一直都断货 一段时间就一月底 反正终于在Netherportage上面订到 这牌子来自Isabel Marant Isabel Marant 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个牌子 这是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奢侈品的品牌 这整个腰带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 简单的设计 你会发现这个腰带上面没有孔 它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环 然后我最近穿搭里面也经常搭配它 它记载比如说大衣 毛衣 比如说比较宽松的毛衣 然后设计就会给你整个outfit 就会增加好几个档次 虽然就是一条简单普通的这个腰带 它经常断货 尤其是小马经常断货 我为什么想买它呢 那这个皮带有专门的一个细的方法 大概就是你从这个地方粘进去 它就会在你的腰间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的结 比较宽松的那种大毛衣 就特别普通那种最基础分 你就可以顺带给它提升一个档次 我当时就觉得哦太好看 然后这个腰带配在什么莲花裙 送花那种连衣裙外面呀 或者配在你的外套 把外套系起来 没事我就把我的毛衣上面来给它拦一道 腰带本身是牛皮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它的质感 这种像是油辣风层 有一点光泽感 这种非常时髦有质感的这种棕色 衣服其实是一个crop top 但是我就在 我在上面记一下给你们看 记一下 拉紧记一下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超好看 我这个衣服真的很不合适 我会专门拍一个片段给你们看 其他还有另外一个黑色 那个黑色配衣服也特别好看 因为我有一条这种黑色腰带了 我想说买一个棕色的 穿一个FORRTANNY的毛衣 然后系上这个腰带 看起来就跟你去了时尚秀场走出来了一样 对 如果你跟我身高体格差不多的话 你可以买S号 然后我觉得其实买media没有也还好 也就是无非这个袋子会长一点嘛 长一点一些也挺好看的 所以呀 看你们了 好了 这个视频进行到最后了 进下一个环节 是我准备了特别久 这个是我在我频道里面 我有史以来 我做频道现在也两年左右了 但这一次真的 你们看就知道 这个是我准备了好几个月 想要给大家做的一个抽奖 把这里清空了 是因为 在这个凳子里面 把所有给你们买的东西 东西都放在了这个凳子里面 像是一个大盒子一样 我这两个一直在往里面添东西 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亲自去买的 在不同的地方 有在纽约 当时我不是去纽约玩的吗 我纽约买回来的手信 有我在实际店里买的 我买的化妆品 买的护肤品 买的手杖的东西 我把它们全部都拼起来 拼成了六份礼物 你们看一下我已经拍好了 在这个地方 然后每一份我都有拼起来 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 会发一个微博 也会发一个instagram 然后因为我这次一共准备了六份 所以我想要 它们各边都抽出来三份 这次配礼物的原则 是我想要配出 我自己收到了 我自己都会喜欢 都会开心的礼物 所以这个就是我配礼物的原则 东西也不是说特别的贵重的 想对大家对长久于来支持我 想感谢大家对我的陪伴 所以就是 这是我的出发点 在这个 现在新年也没有刚过多久 就当成我的新年礼物 然后这个月也是我的生日月 所以当成我的一个 我的生日礼物 我还要送给你们 首先我准备了两个 NARS的Wanted Palette 这个马赛克眼盘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 我还做过一个妆容 我特别喜欢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超级好看 然后还有就是 我之前进过我的年度 纳赏的这个Tatcha的Water Cream 我也买了两个 然后有买很多 我自己个人都很喜欢的产品 我买了超级多盘 Colourpop的眼影盘 然后就拼在一起 送给你们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之前逛街的时候 然后我去买planner嘛 然后我发现这两个planner 超级好看 是手杖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 所以我就买了两本 也打算拼在其中的两份礼物里面 就超级好看 还是这样花朵的 还有这个 这个是小花花的这种记事本 给三个不同的礼物 所以会有三个人抽到这个 还买什么呢 就买了两个 我很喜欢的这个蜡烛 Valuspa的蜡烛 这个味道是马卡龙的 还有这个是我一个荔枝味道的 就是Valuspa的 哇 说不清楚 我买了一些单品 也是我之前视频里面很喜欢的 就这个Famous 这个紫酒红色液体唇膏 Nurse的这个 我觉得这一块拼的超级好 是我特别喜欢的 Hot Sand 跟这个Orgasm Nurse最有名的腮红拼的 我买了一块这个 然后还有更多的 Colourpop的东西 我还买了什么 Laura Messier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像断面一样 稠断一样 我看超级的漂亮 我自己没有这一块 因为我想就是先买 送给你们吧 对 地步位怎么能少得了 Huda Beauty呢 拿两盘这个眼影 九色的眼影盘 一个橘色的盘 和一个之前我出过妆容的 这个粉色的盘 两个都特别好看 还坏了 这个是橘色的这一盘 然后呢 这个是有点粉色的这一盘 这两盘我就买了两个 所以这个 Huda Beauty这个眼影盘 粉质都超级棒的 我觉得这个小盘很便携 我也喜欢这种 纸壳的包装 所以肯定想 就买给你们试一试 其实还有我觉得 比较特别的就是 其实我还 我当时去美国 我说我不是去了那个 你们有没有看我的Vlog 就去了那个海军展嘛 你们卫号那个航空母舰 当时在那个航空母舰 那个博物馆里面 我就买了一些 超级好看的 特别酷 这个NASA 这个是冰箱贴 然后这个是可以 放在衣服上面的 你们知道那种牛仔外套 你就可以放这个 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我从 纽约背回来的 就是在美国的航空 博物馆里面买的 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还有这个钥匙链 也是NASA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 喜不喜欢NASA的图标 我还有好几个 还有这个 你们知道现在 很多那些潮的衣服 就在垃圾上都放这个 但这个可以做钥匙链 所以我买了两个这个 我还买了几个这种的 这个是可以放在衣服上面 你们知道 就是那些美国海军嘛 它表明它是哪个编队的呀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 就反正酷酷的 我两个人 会获得两个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啊 反正我会把它拼到礼物里面 准备这个 但这个呢 其实是之前商家 送给我的礼物 我多像他们要了 一模一样的 就我自己也有 你会跟我带同样的首饰 这两个都很好看 是两个耳环 是Astria 蜜语这个牌子的 然后在两个人 这个礼物里面 也会放这个首饰 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好看 我相信你们 如果拿到也会很喜欢 还买了好多吃的 因为我心里面想 如果要收到一份 集合版的新年礼物 里面一定要有点糖和巧克力 就是加拿大这边 就是巧克力里面 会裹水果的 特别好吃 还有就是我在超市里面 买这种日本的小零食 还有一个乱入的东西 就是这个门档 这个小狗 我当时买多了一个嘛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喜欢 肯定有人也想要了吧 超可爱 就是这个小狗的门档 我自己超喜欢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开了 这个是那个Tango Teaser 那个梳子 就是一个这种火烈鸟的款 我觉得这个款是很特别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黑色的嘛 我觉得我已经有了 就不要再开一个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也拿来送给你们 反正我觉得我配成的每一份礼物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看着 我都觉得很想要 除此之外呢 你还会收到我会给你们手写的卡片 就是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吧 所以会抽出六个人 然后我会在3月20号那天 我生日的当天 对给大家抽出来这份奖 总体来说呢 就是我会在微博抽三个人 在Instagram抽三个人 如果呢就是B站和优酷小伙伴 可以去微博参加 那YouTube小伙伴 就可以去Instagram参加 会发专门的一个post吧 六张照片的放到那里 你可以留言 就是你最想得到 拿两份礼物的编号 一起写的评论里面 这样子我抽的时候就好 知道把哪一份可以分给谁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反正我准备了非常久 我觉得你们会喜欢 因为每一份我都很喜欢 这个就是这个视频 想给你们做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们去参加我的抽奖 会在3月20号这一天开奖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喜欢我的视频 对Renny的支持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价值 就是可能有几块钱的小东西 就价值不是特别高 但是都是有我满满的心意 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很感谢大家 我觉得跟大家很多人 我们素未谋面 但是大家都用不同的形式 不管方式在支持着我 跟你们说一个 就是谢谢你们看这个视频 谢谢你们喜欢我的频道 虽然可能说的有点晚了 就是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你们 现在都3月了 祝你们新年快乐 记得不要忘了看下面详细参加的方式 在我的信息栏 或者在我的B站 就在我的评论里面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愿大家对我美好的一天 会不会有人参加啊 愿大家对我美好的一天啦 拜拜